辅顺新滨满足自治县于吉林省毗邻 森林覆盖率达75.9% 建立正在建设中的沈白高铁 新滨紧盯生态旅游实现绿色产业富民 让绿色引擎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特别策划不复春光登高瞭望 今天我们到新滨满足自治县境内的 岗山森林公园登上辽宁最高峰 俯瞰新滨绿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这里是位于新滨满足自治县的 岗山森林公园 它属于长白山系龙岗山脉 是辽宁和吉林两省的界山 而登上这个山 我们发现这个山顶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辽宁东部山区的特有景象 层卵叠丈 而在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远眺到远方的舞女山 而向东可以看到吉林的通化线 我们现在登上的这座主峰 叫做二突顶峰 它的海拔有1373.5米 是辽宁的最高峰 也被称为辽宁屋脊 在岗山森林公园 从山下到山顶形成不同气候带 华北植物区颈带与东北植物区颈带 呈现出植物多样性的分布 我们叫做是垂直分布单 比如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 下面是真意 然后有落叶松 还有棱萨 这种往上再走 我们看到有胡桃球 还有我们所谓的黄菠萝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树种 但往上走的时候 有风化和白化 这又是一个分布单 我们知道岗山的海拔非常高 因此形成了很多特殊的美景 比如说我身边的这条瀑布 虽然现在外面的最高温度 已经达到了20多度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瀑布旁边是有 大概30厘米的冰层覆盖 形成了非常特殊的美景 岗山天然垂直落差近900米 冰雪存续期长 处于国际公认的 世界黄金粉雪袋上 目前我省正在申办 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专家们正在对滑雪场进行规划 建成后 岗山滑雪场将填补 我省高端滑雪场空白 成为全国顶级高山滑雪场 咱们岗山这个位置 特别能符合 有一个国际滑雪比赛的 800米落成的滑雪比赛 对这种要求 其他的 比如滑雪场回转 河面障碍 这些空中技巧 这些都身体都能符合 这种身体要求 也符合比赛的要求 岗山下 苏子河 太子河 富尔江 静静流淌 新宾境内大小河流 近1700条 是辽宁中部的重要供水基地 怎样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同时 带来经济效益 是新宾面临的课题 在苏子河上的洪生水库旁 洪生乡的村民们 正在种植苍竹 黄金 刺物加等重要材 去年 沈白高铁开工建设 这条连接沈阳市和吉林省长白山的高铁线路 从新宾穿城而过 我们这个新宾隧道是全长10.207公里 是沈白高铁辽宁段最长的高风险隧道 目前已经完成开挖之户3370米 占比总长度的32.7% 我们这个地方属于林区 我们所有的洞口均设置防火硬隔离 保证我们生产生活区与林区有效的隔离 高铁建成后 新宾县将全面融入沈阳半小时经济圈 依托辽东绿色经济区仙岛区的发展定位 抓住绿色和白色机遇 全域旅游和绿色产业将迎来新发展 那我们新宾依托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以钢山滑雪场建设 还有这个冰雪小城镇 抗连红色旅游项目这样为重点拉动 然后完善赫图阿拉城内外的资源的利用和扩展 开展南部的古长城 还有太子城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 然后加快实施温泉旅游项目 这样能够重点的更加丰富我们全域旅游的产品 我们谋划了大约是120多个项目 总投资是256.5亿元 全部都是围绕的 我们新宾的农特产品 绿色产业 以及文旅康养 他们的相关产业的招商和配套来进行谋划的 我们想以高铁经济为牵引 形成新兵经济转型 一个新的格局 本台报道